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国是敌国 而且呢不再寻求统一 那将他视为敌国就意味着他随时使用核子武器 其实就没有任何的拘束 那么同时呢他在去年啊 他已经三度的试射洲际弹道费道 那洲际弹道费道那就直接对准的就是美国 七月份的时候呢他宣布说他已经成功了 那十二月的时候呢 他们已经他们不但是试射了这个洲际弹道飞弹 而且呢他们强调的是说他们是在发射训练 已经不是在说我这件事情啊 我要测试他能不能成功 而是我已经成功了我要发射训练 看起来他们那个军队组织已经开始成型化了 这是就他们的核武器的载具的攻击能力来讲 那在上个礼拜呢上个礼拜他们则是宣布 实施水下核武系统测试 针对的当然就是美日韩的联合军演 那这个举动也不寻常 因为美国有核子潜舰参加 而这个时候呢你就看到说北韩宣布 就朝鲜宣布说他们完成水下核子武器系统测试 朝鲜一步一步在核武的进展上面 坦白说是非常快速 那可是这几次的进展 不管是他跟韩国之间的政治定位的问题 或者是武器的进展的部分 你会发现北京都很沉默 不说话 反而是俄罗斯跟朝鲜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好 所以朝鲜外交部长呢 还特别跑了一趟北京 跑一趟俄罗斯 对 那么这里面也牵涉到中朝俄之间的关系 中俄朝之间的关系 第三个部分当然就是 那韩国他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他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会在这里面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来一一剖析 好因为中俄朝的关系 就像在前两年西方国家在谈中俄一 伊朗的这个三变关系呢是一样 似乎都有些想象的空间 但是凤卿刚讲我完全同意啊 就说他没有走到军事同盟的可能性 中国即使在在去年前年 中国呢热烈的用戏剧的手法 回顾了抗美援朝的历史 中国在抗美援朝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到现在为止呢仍然是呢 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之后最重要的战役 即使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可是中朝都没有达到军事同盟的关系 就是中国打完仗就撤 中国从来没有把军队留在其他国家 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 这个俄罗斯打完一场仗 军队一定留在那 美国打完一场仗 军队一定留在那里 非常不一样 所以中国到现在为止 他之所以还敢呢 宣称呢自己呢 是一个不结盟运动国家的传统 就是因为他不管呢 他曾经参与过的冲突事件 主动或者被动的 他都没有把军队留在那国家 没有留留在留在朝鲜 没有留在越南 没有留在印度 没有留在任何国家 好但是今年的东北亚的情绪 我觉得对中国来来讲 是一个双面刃 就是他利弊的事啊 现在真的还很难讲 因为朝鲜的变化是剧烈的 刚凤卿提到了两点嘛 第一个他在调整跟韩国之间的对应的方式 政治定位 对他几乎是在告诉韩国就是说 只要你影学院还在当当总统 我们不用谈了 他几乎在告诉就他对影学院已经放弃了 朝鲜在开春之后的讲话 跟对于所谓的放弃国家统一 那固然有点恫吓性的味道 但是那个味道清楚就说 你影学院还在当总统 影学院还有三年多的任期啊 未来三年多的两韩之间的没没细唱 大概呢就这个意思 第二个就是说朝鲜呢 本身在这一次对于他的核准备 他的核武器的发展 他说他的就是说呢 水下的核武力 大概主要两个部分了 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 他努力的在发展他自己的潜射导弹 他的潜射导弹一旦一旦发展成功 我们还没有看到他正在正式的测试 如果他的潜射导弹成功 就是告诉你就是朝鲜正式拥有了 机动性的核战略打击能力 他的潜见就有可能的在在深海里面的到处走 你要再去约束朝鲜难度就更高了 第三个呢就是他可能在发发展 就就是核子鱼垒 核子鱼垒因为他用到了海啸这个概念 那他用核子鱼垒 核子鱼垒大家都搞错了 核子鱼垒并不是要进到某个城市的港口 然后呢在那个城市造成非常大的破坏 不一定是这样 你可以想见核子鱼垒只要靠近某个国家的沿海 他只要呢引爆了之后 所引发的海啸所造成的破坏力 就非常非常的惊人 那朝鲜呢在炫耀他的核武力 好吧朝鲜炫耀核武力又不是第一次 但是我们就要反过来看了 就是国际社会现在对于朝鲜炫耀核武力 无计可施 嗯 啊讲讲就讲了 你还能怎么样呢 以前联合国呢 大概就很快的 大概就是安理会就要开紧急会议了 然后就要开始呢 发动新一波的对朝鲜的制裁了 你会发现 朝鲜现在不管干什么 联合国就都不都不动了 安理会也不会有人提案去做做什么 你知道那就是在国际政治现实当中的默认 就是我知道我已经抓抓不住你了 莫可奈何了 第四个我们要观察就是说 在过去的一年多里面 朝鲜对于乌克兰战争的积极表态 他迎合了一件事情 乌克兰战争对这个世界的最大的改变 不是在乌克兰本身 而是除了我们刚提到的 欧洲的主要的工业大国的去工业化 然后呢 大量的资金的外逃 工业工业的资本的外移 而且去了之后可能不会回 而回来 第二个就是俄罗斯向东转 这个是俄乌战争当中的另外一个巨大的影响 俄罗斯开始把大量的注意力呢 摆在远东摆在西伯利亚 所以不管是中国呢 对对西伯利亚的共同开开开发 对于呢海森崴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开放 给给中国当作是东东北的第二港口 类似这样子的一种的操作成为俄罗斯的主流 2024年俄罗斯2023年已经看到俄罗斯从俄乌战争的一切的封锁当中摆脱封锁 脱困经济呢恢复到5%的成长 2023年已经看到了 我认为2024年俄罗斯会进一步的呢出现了复复苏的情况 这个在俄罗斯的内部经济跟商业活动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那他就会影响到朝鲜 因为因为在过去我们再看到呢第五个趋势就就是过去朝鲜 不管做任何让大家不开心的事情 你会发现除了呢会赶快呢找着找开个会议呢 来把朝鲜骂一骂之之外 第二个呢就是就是中国 北京你赶快管一管 你你管管他 他为什么这个样子 然后你都不讲话吗 可是你会发现第一个北北京现在还真的就不讲话 第二个就是也没有人叫北京讲话了 因为我想国际上面都已经观察到平壤现在跟莫斯科的关系更好 对这个是很很重要 就对中国很重要的事 就就是在过去有很长时间 这个事件呢都把都把平壤都把呢朝鲜 当做是呢中国的附庸国一样在看待 就觉得平壤有任何不好的事就为中国试问 那中国也就扛在扛在肩上呢也莫可奈何啊 即使中国对于朝半岛的主张里面呢 他最核心的非核化 中国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松口 中国对于呢联合国所发动对于朝鲜的制裁 中国到现在呢都还能遵守 中国对于呢中朝的边境呢仍然是采取一个符合联合国制裁呢标准的 你没有看到也没有抓到任何中国对朝鲜的援助或者战略物资都都没有 可是你过去安理会对于朝鲜不管是在哪能源啦中央战略物的封锁 现在都没有用啊因为俄罗斯就直接进来啊 他跟他跟俄罗斯的边境非常短只有16公里啊 你知道16公里的距离就是从从从台北市中心开车出去之后到我们家再过去一点点还没到淡水呢 16公里我大概每天开车来回大概差不多接近30公里 所以所以所以去成大就差不多到15公里 我每天办公室呢从电台开车来回21公里 好吧那你看他的他中朝二朝边境才16公里 可是呢所有的东西呢都可以进来 因此现在大家都知道对于对于朝鲜可能最有影响力的是俄罗斯了 但是俄罗斯呢对朝鲜又近乎呢 姑息或者愚愚愚愚愚求 协助对俄罗斯对于朝鲜的那种的拉拢 基本上他也是对西方国家的一个报复性的行动 应该不是不是姑息吧应该是全力协助吧 其实其实你可以这样讲就今天呢也因为那16公里的边境 开了个开了个门让朝鲜现在你会注意到这一年的时间 朝鲜对许多的国际问题的表达会更肆无忌惮 他对于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这些的战场的介入 是除了俄罗斯以外最直接中国到现在对于俄乌的战争 仍然保持的一个论述上的中性关系跟朝鲜是非常不一样的 好吧那过去当大家都认为朝朝鲜要要要看住朝鲜就要透过北京 要管住平壤就要就要从北京进来 但是从现在开始都不讲话都不讲话 那中国的态态度是什么 我我觉得中国两个态度值得关注了第一个就是说他们说中国对于朝半岛的非核化是基于本身的安全需要 就是有哪个国家愿意在自己的周围有可能发生核和核战争呢 当然不愿意啊那因此落实一九六六年的核不扩散中国到现在为止也都还信守的联合国的这样相关的规规范 好但是当朝鲜的现在的核武器的发展失控了中国铁定是不开心的可是又是俄罗斯呢在暗暗的帮帮帮他那中国中国怎么办他其实中俄之间对朝鲜的态度是有矛盾的这个问题比伊朗的问题要复杂很多 俄罗斯呢在在拉朝鲜拉朝鲜的来满足呢他跟西方对抗的需要可是中国并不是中国从头到尾他是真的希望的朝半岛不要有发生任何的战争冲突的风险那最后就去看了当今天今天俄朝的关系正在超越中朝关系的时候但是中俄关系呢又又相当重要的时候中国这一两年的时间几乎对于中朝 朝关系没有什么着没有任何琢磨没有任何的桌的桌末普普金很可能会在不久的未来会会到平常访问三月大选之后呢现在他看起来已经承诺要去平常访问是如果他到平常访问的话那个那个对于对于国际社会去想象谁才是朝鲜后面的大哥那个就改变了就改变好吧那中国如果不当大哥 中国前两年在抗美元朝的这些相关的讯息当中呢又又又做了这么一大波的历史的回顾那中国怎么样呢我觉得对中国来来讲未必就失之东欧收之桑语啊他有有有可能就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去缓和他跟日本和韩国关系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就是既然跟跟平常的关系平淡了 你们也不会在中朝关系当中呢去大做想象力的就认知战那这个时候对于今年今年中日韩三国的首脑会之所以一直有有有有听到就是指纹楼梯响但是今年你有可能看到人下来嗯过去你都听到他讲讲讲讲讲好像都没有落实但是我觉得今年落实的机会就很大了好不好